那个我姑娘那个 一家山口 真好 那他在跟哪呢 青岛 那么远 基本上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 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回到本市 开始在苏州上班 然后后来又去过很多地方 他毕业多少年了 十年了 那平时经常给你打电话啥的吧 偶尔打他电话他很忙 亲人不在身边 连过年过节这样和家团圆的日子 齐大哥也都是一个人 我过年的时候和别人过年不太一样 我过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 就我平时昨天做什么 今天还做什么 三人晚上我也不抱着了 无数个万家灯火的夜晚 齐大哥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执着地热爱着那些健身运动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 帮助不了人家什么 然后你就只能做这一点 这就算是你做我的贡献 不给人添麻烦 就算你做贡献了 就这么想 非常特别愿意锻炼身体 这番话顿时让那个冰面上的身影 增加了负爱的厚重感 也让那一摔在红娘心里更加的疼 运动中的齐大哥 能暂时忘记生活中的孤独和寂寞 努力锻炼身体是现在能给女儿最大的支持 可岁月不饶人 身边有个伴儿 才能让远在他乡的女儿更加的放心 何凤兰56岁 退休金2100元 暂无住房 老公去世了 去世了 去世了嘛 他说你一个人在那里面 其实就像我家住了 然后我就不过来住 我过来住不长时间 何大姐住在表姐家 齐大哥建议女方初次见面 您就到自己家里来 于是我们把见面地点 定在通话室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里 你好 你好 姐 我介绍一下 齐丹 齐丹 齐大哥 姓和 我叫和姐 你好 坐坐坐 坐坐坐 落座以后 在红娘的庄落下 齐大哥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 那个刚才 前面已经说了 我心里长 然后就是退休 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头 退休 我可能最关心的就是 退休就挣了两千块钱 就这个情况 反正没有他可说 然后 你 不是 齐大哥 你退休的 家里啥情况 然后其他的系组 爱好啥都忘了我 这刚开始就 就就 就去世了 我现在就做工资 不知道齐大哥是紧张 还是怕女方 介意自己工资低 这一见面 只介绍了自己的工资 见字紧紧 洪杨开始为双方 逐一介绍兴趣爱好 生活兴趣等情况 这两天是没少说话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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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啥 我没啥 反正这个情况 你记得到的都很全面了 反正一下就太全面了 在那个 不是 实际就是没有啥 太全面了 太多 但是我的情况 就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也没有啥说的 如果有想问的 那就是有问比达 问 那个哪方面 我自己也想不到了 何大姐作为女人 也许会有些矜持 齐大哥呢 显然也不太会聊天 于是洪娘提出 让齐大哥展示展示 自己的特长爱好